高雄市长韩国瑜选前提出双语城市政策,为提升国际竞争力,高雄广播电台与在的七所大专院校英语相关系所、英语达人及中华卫星大车队合作,启动全天候英语教育情境。 韩国瑜经,22日出席记者会时表示,高雄市府致力打造学习环境与营造风气,即便预算困难,但仍有浅至深,从便宜至昂贵,力推双语教学。 韩国瑜表示,台湾资源匮乏,如果没有中英文基础,该如何让下一代往外冲? 韩国瑜提到,高雄市政府将以二年的时间,全力推动双语环境,奖励市府所属公交与警察、消防人员学习英语,将获得优先拔着升迁的机会。 高雄广播电台与在的七所大专院校英语相关系所、英语达人及中华卫星大车队合作,启动全天候英语教育情境。 高雄市政府提供,比利生至近四成双语节目时数大增弹及高雄广播电台的制播模式,新闻局长王浅秋表示,过去高雄广播电台的节目语言相当多元, 有台语、课语、原著名语、印尼语、泰语及粵语等节目,如今将在这些基础上,自3月1日起,高雄广播电台规划的双语节目时数将从每个礼拜10小时大幅提升到53小时40分钟, 若以目前每天播音20小时而言,双语节目比例由每周10%月升到38%。 王浅秋也说,3月1日起每天至少有7.5小时双语学习节目,包括运江ABC、主妇ABC、观光ABC等丰富多元的双语节目, 民众可收听频率FM94.3、AM1089,也可上电台网站或下载手机APP高雄广播电台线上收听。